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 最新的消息就是 壹傳媒 計劃出售台灣的蘋果日報 他們 說現在的交易 其實是初步扣上 未去到落實 壹傳媒 收市 最高升到27% 現在收市升8% 一千萬成交 跌得很殘忍 只剩下$1.98 我們說說 他計劃出售台灣的蘋果日報 跟一個潛在買家 簽了一個沒有法律後約出來的諒解 這些基本上簽了 隨時開銅 都簽了 計劃出售的資產包括台灣的 蘋果日報 以及位於台灣的一個民業 沒有披露買家 以及作家 他們 集團就說 強調 這個 截至目前為止 雙方未就建議出售訂立法律 約出力的協議 正式協議至最終條款 亦要準一步磋商 現在未談得 這次 出售的目的是理順之源 集中有利可圖的業務 從而提升整體業務的表現 他這樣說 量解備忘錄 如果超過一個月之後就會自動終止 除非雙方以書面形式現場 好了 這個相關備忘錄禁止挖各條款 12個月內 兩方不可以遊說或者有史另一方的任何人離職 或者以自身 或者以三方名義聘用這些人士 好了 他就說 出售台灣的《蘋果日報》 主要將會把全體員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台灣《蘋果日報》是集團的重要資產 已經公佈的帳目 台灣《蘋果》尋找新的經營模式 加上疫情影響 出現一定虧損 但是在管理層 台灣《蘋果日報》同時努力之下 虧損是減少 管理層承諾會繼續改善這個經營狀況 說真的 我們看到 他們出售台灣《蘋果日報》 初時我會覺得匪夷所思 為什麼 台灣 即使《蘋果日報》的業績跌了 在台灣的發展 但是 但是 相對於香港來說 香港不是發展的問題 香港是生存的問題 如果要賣台灣的《蘋果日報》 來救香港的《壹傳媒》 我覺得這個做法可以叫匪夷所思 甚至乎 可以說是什麼呢 可以說是 以卵擊石 因為台灣無論你賣什麼 你也搞不到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的《蘋果日報》是面臨著一群土匪即將要把他殺死 你要做的事就是離開這個地方 在台灣 或者在英國 成立《蘋果日報》的網上版 香港《蘋果日報》的網上版 甚至乎 不應該賣台灣的《蘋果日報》 而將香港搬到台灣 成為一個集團 以台灣為基地的集團 做回香港的傳媒 這樣才是舊《蘋果日報》 舊《香港《蘋果日報》的唯一方法 但是 我覺得他們那個想法 不知道他們當中的刁協受 涉及多少錢 而台灣的《蘋果日報》 其實也是在虧錢 賺少了 他的收入是賺少了很多 去年一年 台灣《蘋果日報》的收入 不如香港的課金 香港人給的課金 比全台灣 《蘋果日報》的收入 可想而知 台灣的經營 其實也十分之困難 我們看回現在香港的《蘋果日報》 他們面對的 是一個政治打壓 是一個面臨滅頂的危機 壹傳媒 其實最理想的方法 就繼續 如果不是很大變動 就繼續在香港上市 不過 他的業務就搬到台灣 結束香港 將香港的地方交回政府 結束這張報紙 因為 你現在面對的 是隨時找地方 隨時來搞你 你有一個 點在香港 總之人在香港 你這班所有的記者 所有的編輯 所有的行政人員 包括你的社長 副社長 總經理 甚麼都好 全部 都是很大機會成為人質的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是擔心他們的 看到他們 他們受到的處境 他們現在面對的處境 你是隨時會被人扣陷 邏輯罪名 甚至是誤告 隨便找一條罪 你們包括工業村 都可以挖挖你們改變土地用途 改變遭藥 違反遭藥 這樣也可以坐牢 這樣也可以把肥魯拉拉進去 現在肥魯拉一個人知道就夠了 你們的蘋果日報不應該再繼續給人質 是不是 這個我覺得是想不明白 香港的蘋果日報要賣 其實是賣不到錢 因為中共是要掐死你們 既然中共掐死你們 你們拿不到錢 只能夠隱同結束香港的蘋果日報 是不是 如果說處境 你們被公民黨那些人安全 不會安全得到哪裏 公民黨那些人 那些區議員都要退出公民黨 因為他們面對 那個 成為人質 一天你還在公民黨 你就可能成為人質 會被人抓去 威脅家人 威脅公民黨 那為甚麼《蘋果日報》不是這樣覺得呢 我覺得《蘋果日報》 其實在政治方面 他們的 看法 是跟這個現實 很大落差 我們認為 很多年來的政治判斷 真的 由於他們 太近泛民 他們那種計算 基本上好像看不到現在發生的事情 現在把刀劈過來 人家守得你蘋果 鄧炳強一連三日攻擊 文匯大公 很明顯人家要掐死你們 甚至乎將你們所有記者拉去坐牢 他們才會安樂 面對如此危險的局勢 你們 還是 那個想法 還是要用一個正常的商業模式去運作 我們賣了《蘋果日報》 是不是 有人有些評論說 當然那個叫呂炳權 我們認為也覺得他挺好笑的 他說 呂炳權說 除了台灣《蘋果日報》的盈利能力之外 《壹傳媒》出售蘋果或出於更多的考慮 包括鞏固香港營運 買家出價吸引及政治形勢等 以目前香港經濟及政治壓力 令香港營運上需要更多資金 以生意人角度 買方或提供吸引價錢令管理層心動 再衡量該業務盈利能力及前景後 同意出售業務 呂炳權指另一個 說法較為陰謀論 《壹傳媒》或憂慮政治風險日益加劇 對日後交易帶來不明朗因素 故趁早 套現離場 完全 呂炳權在說什麼 《壹傳媒》要賣的 如果真的要賣錢要賣香港 不是賣台灣 台灣沒有一個 迫切性要賣 當然除了台灣的價錢可能真的是好價錢 因為他的業務正在走下坡 沒有了黎智英這個 那麼有 創造力的人出來 台灣可能會一落千丈 甚至乎很快完結 所以趁好價 割和車 趁好價 只賺 可能是只賺 而香港 香港是面對一個你隨時有機會被人沒收 充公 所有的編輯 所有的記者被人抓去坐牢 坐政治用 這個風險不是錢來衡量的 你要做的是止蝕 壯士斷備 把香港結束 所有人搬去台灣 甚至乎 有覺得台灣 在香港的《蘋果一報》的記者編輯 覺得自己有即時的性命危險 或者政治風險 就應該去台灣尋求政治庇護 然後在台灣做 要麼你轉行 是不是 這樣才是《舊蘋果一報》的唯一方法 你們在台灣一樣可以照做的 當然 你可以 網上記者在香港 在香港 不要給名分 Freelance 在香港繼續為你跑新聞 他 就是要用一個自由身的記者身份 去採訪到一些新聞 然後把資料賣給你 出了薪工給他 只能夠用這個方法 去繼續經營 而用網上的形式 你不可能 絕對沒可能 因為我們 之前有接觸過英國的朋友 他們也是用這個形式 把一些新聞賣給香港的傳媒 你只能夠這樣做 香港 不可以讓你再立足下去 你們為了《蘋果日報》上上下下編輯 記者 以及工作人員的 性命 的人身安全 不是叫你們撤退 你們應該用另一種形式 當你們的出版社 當你們的報館在台灣 共產黨怎麼搞也搞不了 最多叫白狼去找人 台灣也有警察去制止白狼 不是飲得他如為所欲為 香港是警察和黑社會一起來搞你 你被人放火燒 警察也說沒有可疑的 警察也不查的 接下來會出現甚麼呢 你看看那個案子 那個大陸人 下來香港劏土割頸 後方提供的證據也是打算放過他的 都會 側側薄的 是個法官現在暫時好像有少少人性 咬著的 不知道最後是怎樣的 你們將來被人用 不同的形式打壓 是一定會發生的 你們不要有僥倖心理 我覺得他們的政治判斷可能近得泛民波 覺得 不會的 哪有那麼絕呢 現在民主黨還想參選 你想一下他們在想甚麼呢 他們在想甚麼呢 他們不知道死字怎麼寫 你們要經營 要繼續在香港 蘋果日報要繼續存在 你們就要用另一種方法經營 而且 記者的身份你們也要掩飾 不可以讓人知道你是幫蘋果日報做事 否則你一定是被人搞的 你應該用一個獨立記者的身份 然後搞一個外判公司 然後把資料賣出去 然後把資料賣出去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生存 沒有辦法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生存 當然人們都會繼續打壓你 問題就是 你沒有實體也有一個人打擊不到你 像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人不在香港 我們暢所用而 我們也不想說 我們不會說這些東西不能跑出來 說完之後 被警察抓了 我們現在人不在香港 我們的台的實體也不在香港 我們才可以 放心去說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 我給《蘋果日報》的建議 也不希望《蘋果日報》從此在香港消失 我們不希望 肥佬黎的心血 是會在香港結束完結 所以 是真心忠告你們 你們要生存 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當然有可能 你想到更加 給我講出來的方法更加好 希望你們 快點執行 因為 殺到你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